美国股市上个星期其实它的这个高科技领域有些受挫 现在美国的本益比是大概17倍多 所以其实是比较昂贵 那么你如果看亚洲本益比中国新加坡股市 本益比全部都是12 13倍都是比较便宜的多 但问题是如果美国股市如果是跌的话 亚洲股市也是会受拖累 不单只是这样 投资者也是在关注好像新兴市场的 有些国家好像土耳其阿根廷他们的这些货币大收挫 阿根廷的一个星期内跌了至少20% 土耳其的这个货币也是大跌 投资者担心就是如果这个蔓延到变成比较全面的 整个新兴市场很多国家的这个货币都面临压力的话 可能会因此影响到新兴市场的这个经济 当然还有最后一个的就是美国跟中国 他们还是有所加税对不对 他们说接下来来临可能一个星期内 可能美国就要实行在大概也是2000亿的 这个中国入口美国的货物上 又要实行加税 那么中国也声称说美国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也会在600亿的美国入口中国的货物上 也相对的实行加税